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废旧金属破碎机 每天可以处理近3000吨的废旧金属 处理完的废旧金属大概2400元一吨 难怪老板愿意花6000万买这台机器 这台机器一旦启动整个大地都在颤抖 就像是发生了很小的地震一样 它的工作原理是先有两个超大的进料滚筒将废金属压扁 然后经过下面重达半吨的巨大滚锤 将刚刚压扁的金属狠狠狠狠地砸向铁丝钢架 几秒钟的时间这些金属就变成脚板大小的碎片 然后经过强磁铁分离开铁 钢、钛等磁性金属 而铝铜和汽车上面的塑料残留物 会被机器内部巨大的风机进行分离 较轻的塑料等杂质会被吸走 剩下的铝和铜这些金属会被窝电流分离器 利用交流磁场进行分离 最后送往工人筛选车间 那里工人会清理一些残留的废金属杂质 不过它也有处理不了的有毒废气物 比如冰箱上面的冷却剂 英格兰和威尼斯每年会产生500多吨的有害垃圾 这其中包括大量的冰箱 一年大概处理75万台冰箱 冰箱以浮氯碳化物作为冷却剂 这种物质会对地球的臭氧层造成严重的威胁 由于浮氯碳化物在冰箱的冷却系统的液体中 所以要先把里面的液体排出来 然后送入粉碎机进行粉碎处理 最后这些含有浮氯碳化物的碎片 再经过高温就可以去除掉有害物质了